好像很多父母觉得是很理想的 就吓一下小孩子 所以这个不是爱的教育 现在当然完全不一样了 我猜很少父母会让小孩子 看那种的超恐怖的故事 德国童话的故事已经够恐怖了 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分享一下 传统的很经典的 理想的德国的教育的方式 有一本书 我小时候看了 其实全部的小孩在德国就看了 这本书叫做 Strover Peter 乱七八糟的头发的Peter 那本书是 1845年写了 然后到现在 还是很多德国小孩子看 那本书的目的是 介绍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 一个教育的方式 因为那时候 那个作家是一个医生写的 那他觉得是很受不了了 小孩子痊病的时候 那他没有所教育就很难 帮他们治疗他们的病 因此那就写一本书 那就觉得这样小孩子看了 那会比较好 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顺利的 而且很乖的 看医生这样就OK了 那我们这样子 德国的社会 都可以当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 从小说开始教育小孩子 那就好了 那一开始 这个作者 他写了 如果他们的孩子 都可以做好事 就做了 他们他们的孩子 对他们的宿伍 如果他们的宿糊吃 如果他们的宿糊 和的肉都忘了 如果他们没关系 如果他们的宿糊 也闻在 静子的七个事情 在宿糊 在家族的旅行 在旅行 在家族的旅行 在家族的旅行 这会是好处 和一美丽照片吧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说 那些小孩子乖的话 他们会拿到圣诞礼物 不乖的话 拿不到任何的礼物 那他们一直听妈妈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他们整理他们的东西 什么都会非常非常的OK 那我今天想要介绍一下 三个故事 那本书的故事 就一直会有图画 那些图画非常非常特别的 那等一下会给你们看 OK 那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的故事叫做 这些惊弱的故事 跟火车的故事 非常难过的 大火吉的故事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小孩 那他很喜欢玩火的 我们知道玩火 绝对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 Paulinechen war allein zuhause 那家伙伴们两个人 那时她现在进入房间 用轻力量和唱和唱 那她突然站起来 一政治强烈的故事 一样的火车 能看一遍 一遍 火车 一遍 我绝对她的故事 我好像以前 一遍 一遍 所以小孩 自己一个人在家 那她就看到了 那个打火机 她觉得是 好棒 那我就觉得 这个是非常好的玩具 那我想要打火一下 像妈妈每天会做的 那那个小孩 Paulinechen 太阳聊太阳了这个孩子 太阳量量尝尝马尾 太阳已经进化了这个孩子 但是,那么一不会看到胸口自军 他们放了往下闪 他的父母拥了 他们在拜托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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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停下来 不安的花,你会少死了 呀,还蛮自己的 嗯,这些大小孩子 不一定会听毛的花 所以 Paulinchen hört die Katze nicht das Hölzchen brennt gar hell und licht das flackert lustig, knistert laut grad wie ihr es auf dem Bilde schaut Paulinchen aber freut sich sehr und sprang im Zimmer hin und her 所以他不一定会听毛的花 他不一定会听毛的声音 而且他不一定会听毛的声音 他不一定会听毛的警告 所以毛还在开始讲下下 但是Mince和Mince的Katzen 扭起了她的拖子 她拖起了拖子 她的妻子拖起了 喵喵喵喵喵喵喵 你会掉下来 你会灯热热热 所以他们还是要举手一下 说你不要玩火 不然的话 你会烧掉 当然那些毛说对了 所以发什么事情 那他就烧了 Doch wie die Flamme fas das Kleid die Schürze brennt es leuchtet white es brennt die Hand es brennt das Ha es brennt das ganze Kind sogar 他说 Oh no 他的裙子开始烧了 他的手烧了 他的头发小了 他就小了 那毛又来了 那么就是说 然后Mince和Mince 都嘲笑 该一样的拖子 来吧 来吧 谁帮助手 Ein Feuer liegt das ganze Kind Mi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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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hilfe,das Kind brennt Lichterloh 他們叫他們大神救命 Seké bang我們 vànege小孩,Zeh인ke小孩e小 Kait Ohdaaansi,c'à sal,thengga fangzi,z e sa sa la Verbrannt ist alles ganz und gar Das arme Kind mit Haut und Haar ein Häuflein Asche bleibt allein und beide Schuhe so hübsch und fein Zeembu saoyle,Zeh ng si Пон 小子,皮膚小子,頭髮小子 那剩下的這壁的胸 還有他的漂亮的鞋子 最後他們的小子 他們的胸部很漂亮 和民主的小子 他們坐在那裡 喵喵喵喵喵 那裡的老子 那裡的震雲 在那裡流動了 所以他們都是在那邊坐著哭了 喵喵喵喵 父母在哪裡 那他們的眼淚流下來 像河流一樣 那這個故事 當然是有一個moral 不要玩火 不然的話你會燒掉了 OK,可是還蠻恐怖的 我記得小時候看那種故事 覺得是真的是嚇死我了 所以後來有沒有玩火 沒有 可是沒有毛可以警告 下一個故事就是 吃大拇指的小孩 那我們知道 不可以吃大拇指 那那個媽媽 她一出門 那個小孩 但會偷偷吃 不可以 所以一個媽媽警告 這個小孩 你在吃 會有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那是什麼問題 我們看一下 所以,這個故事 從 Daumen Lutcher Conrad 說到那位媽媽 我走走 你會留在那裡 那你要乖 等我回家了 而且最不可以做的事情是吃大拇指 不然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裁縫師來了 拿一個很大的剪刀 他會把你的兩個大拇指剪掉 對 Az o Papier Sphere 那就把它像紙剪掉 所以媽媽走了 Fort geht nun die Mutter und wup den Daumen in die Mund 所以媽媽出門了 那小孩馬上把大拇指放到嘴巴裡面 那他就一開始吃 拿裁縫師跑來了 Bautz da geht die Tür auf und herein in schnellem lauf springt der Schneider in die Stub zu dem Daumenlutscherbub W jetzt geht es clip und clap mit der Scheer die Daumen ab mit der großen scharfen Scheer Hai da schreit der Konrad sehr 所以他一開始吃大拇指 門就打開了 那裁縫師來了 那他就拿一個很大的剪刀 然後把那個小孩的大拇指就一個一個剪掉了 然後那個小孩當然是叫了很大聲 因為應該很痛吧 OK als die Mutter kommt nach Haus sieht Konrad traurig aus ohne Daumen steht er dort die sind alle beide fort 那媽媽回家的時候 小孩子看起來很難過 因為他沒有大拇指 兩個都不見了 這個故事應該是超級超級恐怖的 然後就真的嚇死人了 看這個圖片 那個採訪室 那我最後想介紹的故事是 《家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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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接去吃 他在丁面 但一時立刻按學 我性愛看1400 puppies 這麼想吃 我性愛 所以他叫 Caspar 那他是一個非常健康的胖胖的小孩 胖胖的圓圓的 然後他就臉紅紅的 他看起來非常健康 可是他平常就說沒問題他 很喜歡吃東西 但是有一天,她不想喝她的汤 所以她说,不要,我不想喝我的汤 我不喝我的汤,我的汤,我不想要喝 然后,下一天 am nächsten tag, da Zino here da war ja schon viel magerer da fing er wieder an zu schreien ich esse keine Suppe, nein ich esse meine Suppe nicht nein, meine Suppe esse ich nicht 隔天,她已经比较瘦 然后,她要喝她的汤 她又拒绝,不想要喝汤 所以她又说了,我不喝我的汤 我不要,我的汤,我不要喝 那,第三天 am dritten tag, oh weh und ach wie ist der Caspar dün und schwach doch als die Suppe kam herein gleich fing er wieder an zu schreien ich esse keine Suppe, nein ich esse meine Suppe nicht, nein meine Suppe esse ich nicht so,在第三天,她已经很瘦 而且很弱 那, eine汤来了 她又开始吵 我不想要喝我的汤 我的汤,我不想要喝 然后,你们看,她越来越瘦 am vierten tag, endlich gar der Caspar wie ein Fähchen war er wog vielleicht ein halbes Lot und war am fünften Tage tot 所以,第四天,她已经瘦 像一条毛线一样瘦了 你不配合的话,你会死得很惨 我小时候真的有看这本书 然后,这个就好像很多父母觉得是很理想的 就吓一下小孩子 所以这个不是爱的教育 现在当然完全不一样了 我猜很少父母会让小孩子看那种的超恐怖的故事 德国童话的故事已经够恐怖了 好,那如果你们现在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 叫做Strufe Peter 那就非常非常多有教育性的故事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 那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德国教育的方式到底有什么问题 好,那谢谢大家 下次见